丽山黑布阿尔卑斯山脉路线 贯穿了北阿尔卑斯山脉 这是一条代表着日本的山岳观光路线 从富山线到长岭线 全长达90公里 阿尔卑斯山脉路线 又有令每个人都惊叹的魅力 甚至可以说是大自然与人类一同创造出的艺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电话 越来越好 揍过与人类一圈 通称 三尾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丽山黑骨阿尔卑斯山脉路线的路口有两处 一处是从长野县方面进入的路线 由自然环境丰硕的温泉乡 大定式的善泽车站出发 搭乘无轨电车前往黑部大坝 而另一处入口则是从富山线方面进入的路线 由自古以来成为信仰之正而繁荣的丽山町 搭乘车 高原公车朝向丽山市堂前进 丽山黑部阿尔卑斯山脉路线在春夏秋冬各季节有着不同的面貌 春天一片银色世界 丽山之姿也广受欢迎 而丽山的历史便是始于丽山信仰 喷出硫磺的定义骨 写池 被看作真山的建院 由于这样的景观 使丽山与富士山 白山 并列为日本三大领山之一 受到人们敬畏 从一千年以前 就有许多佛教僧侣为了修行而登山 到了江湖时代 僧侣们更带着画有地狱 极乐世界的丽山曼陀罗 将丽山信仰传遍日本全国 在丽山丁举行的救济女性仪式 武桥冠顶会 便是来自于丽山信仰 比其他山矮的地劫的山脊 脏了山口 据说从前的日本战国武将 左左成正 曾在隆东时 越过这座山口 前往冰松去会见德川家康 近年来 不仅在丽山发现了 均认为是日本首建的冰盒 弥陀元高原 大日平 作为国际性重要师弟 也获登陆于 拉姆萨尔公园 丽山从九亿以前到现在 一直不断地刻画出许多的历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樱花绽放的时节 丽山市堂 仍被一片雪白的银色世界覆盖着 在这样洁白的世界里 用推土机反复铲雪而成的 就是丽山黑布阿尔卑斯山脉路线 最大的魅力所在 雪之大谷 纯白色的回廊 约有五百公尺长 两侧则是高达十五到二十公尺的雪墙 每年从四月下旬到六月左右 都有众多观光客 为了一睹这个绝景而前来造访 雪之大谷 正是人类与立山大自然 一同创造出的艺术 立山空中缆车 连结了大官风与黑布屏 在七分钟之间 跨越标高差四百八十九公尺 前进一千七百一十公尺的距离 能够三百六十度欣赏 后立山联峰的雄伟景观 堪穿为空中漫步之旅了 八十一人座的缆车厢 于2012年更换为新型车厢 以蓝色作为基调的车厢 将窗户加大 让全客可以更进一步 享受从空中眺望的景色 在标高两千三百三十三公尺的 大官风车站屋顶上 设有云上露台 在此可以悠闲地保享 后立山联峰 与翠绿色黑布屏的绝眉景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念言 陛 李宗盛 看开地 为在中部山岳国家公园内的丽山 为了保护高山植物等自然环境 而采用了较为环保的交通工具 行驶在弥陀园等高院上的巴士 是采用油电混合巴士 此外 连接士堂 大官方以及善泽 黑布大坝的隧道巴士 则是采用借由电力来行驶的古轨电车 完全都电气化了 丽山空中缆车 为了不损及自然景观 同时保护高山植物 而设计为途中没有任何支柱的单跨缆车 为了保护丽山的大自然 发挥了形形色色的巧思 在丽山黑布阿尔卑斯山脉路线 也可以享受到美食 黑布大坝咖喱饭 通往黑布大坝的大丁隧道 施工当时深受作业人员喜爱的咖喱饭 衍生出了这道餐点 用菠菜泥重现出黑布糊的脆绿色 是一道辛辣的绿咖喱饭 受到了广泛年龄层所支持 此外在大丁市的各餐厅 还可以品尝到各式进行制作出的咖喱酱 而另一道餐点 则是使用了立山丁产月光米 制作的倒米粉猪肉乌龙面 乌龙面那柔软滑嫩的口感 好吃的令人招架不住 另外倒米粉乌龙面 在立山丁的各餐厅 也有各式各样不同种类公民品尝 请享受一段让心灵与肚皮 用满载而归的旅程吧 立山黑布阿尔卑斯山脉路线里 有着为数众多的日本之权 以日本最大落差为傲的瀑布 春宁瀑布 其落差竟然高达350公尺 高原湿地 尼陀圆高原 为标高2000公尺及日本最广大的高原 地域谷就圆群而言 也位于日本最高的地方 贯穿立山的立山隧道 就汽车隧道来说 是日本最高处的隧道 还不止这些而已 可以欣赏到壮丽全景风光的 立山空中缆车 基于保护自然的观点 设计程图中没有任何支柱的 单胖缆车 这也是日本最长的 而在大自然中 庄严耸立的黑布大坝 则是日本最大的拱形坝 白岩防沙坝 是用来阻挡从立山火山 最有流出的沙谷 其高度63公尺 坎圈是日本最高的 如以上所述 立山黑布阿尔卑斯山脉路线里 有许多的日本之最 中文字幕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1956年,关西电力公司为了新建黑布大坝, 展开了连接善泽到飞布大坝的大丁隧道工程, 当时被称为世纪大工程。 现在,在搭乘无轨电车前进的途中, 可以看到一处照着蓝色光的地方, 那就是破碎带。 隧道会因大量地下水而供塌, 挖掘工程南上加南。 为了突破80公尺的破碎带, 花了整整七个月的时间。 另一方面,在富山县这一侧, 则于1953年展开了以美女坪为基点的高原道路工程。 1965年时, 贯穿丽山的丽山隧道, 丽山空中缆车, 黑布缆车同时动工。 其中,丽山隧道部分会突破短短四、五公尺的破碎带, 耗费了十三个月之久。 当隧道开通的那一刻, 万岁呼声响彻了隧道内。 跨越了这种种的艰辛工程。 1971年6月1日, 阿尔卑斯山脉路线终于全线开通了。 丽山黑布阿尔卑斯山脉路线的建设, 有着上述这般许许多多的故事。 真可说是, 人类与大自然一同创造出的艺术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